现在大家非常关心这个消息会不会影响到明天的亚洲股市 甚至是稍后要开盘的美股呢 中国恒大集团风波越演越烈 旗下在港股上市的中国恒大 恒大物业都无预警的停牌了 那么这也让今天的香港股市在盘中就中错了超过600点 尤其恒大集团他们还担保了一笔2.6亿美元债券 现在已经到齐必须在这周五内要偿还 恒大投资者呼喊口号要恒大还钱 高举的旗帜上头写着要政府为民做主 更有女债权人一次在恒大会议场合怒骂许家印 9月中旬引爆的恒大危机暴风圈越来越大 就连在港股挂牌交易的中国恒大以及恒大物业 都在四后突然宣布暂停交易 连带冲击港股表现 早盘跌幅一度超过600点 以恒大中国来看的话呢 我们看到它的资产负债表 它的负债是2.3兆人民币 所以这么庞大的一个负债 你总是只低到这一点 在股票市场上的意义是不大的 而原本发现侯宇将要量产电动车的恒大汽车 近期已经终止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科创版上市的计划 甚至传出基欠员工薪资 以及厂商款项 恒大汽车多个部门员工将在11假期后 继续收假到10月底 恒大研究院的研发人员表示 恒大汽车今年上半年 有6个车型项目在同步开发 但不久前停止的其他项目 只保留进债最快的恒15 恒16 恒大危机如同海啸一波波袭来 恒大集团担保的1笔2.6亿美元 大约新台币72亿元的债券已经到期 必须在4天内偿还 若在到期后的5个工作天内 没进行偿付将构成违约 此外还有另外2笔美元债利息 恒大也没说明是否偿还 让市场忧心可能引发 恒大其他债券的交叉违约风险 资本市场没有办法估的就是 北京出手是怎么样的方法 去解决它的问题 是让它任期破产呢 还是某国企介入 根据恒大财报显示 截至6月底负债总额达人民币1.9兆元 是全球上市房企之棍 恐怕也只有中国政府出手 才能免于后续的骨牌效应 东森财经新闻综合报导